IT人講IT事件 Hello 大家好 我是Ronald 今天想和大家探討一下 Enterprise Storage的發展趨勢 先講明一點 以下探討主要針對 Enterprise Scale Up的Storage Array 至於其他的Storage 例如 Object Storage、Scale Storage等等 就留待遲些和大家探討 坦白說 過往十幾年裡Storage Array的市場發展 真是比較單純 深水清的你可能會發現 過十幾年來的技術焦點 主要是放在速度上的突破 由最初的Sprinting Disk 走去Hybrid 到之後的All Fresh 到現在各大品牌都已經有的NVME技術 無可後非 這個發展真的可以令到用戶 帶來速度上的大幅提升 用Fresh就令到大家使用上更方便 但同時間 品牌之間的差異也因此收集 當然比較突出的仍然有 就好像有個別品牌 能夠充分利用了Big Data Analytics 去提升用戶體驗 可以突破性地做到100%的Evability等 可以說是比較良例的突破 不過也有個別小品牌 強調自己如何和各大Public Car合作 都算是有些新意 不過經過幾年來的努力 都是聽的人多 用的人少 無奈 雷聲大 雨點少 至於其他沒什麼特別 有些還在咬老闆 合併收購後 產品的重疊 令到客戶無所釋 有些保持一般路線 中規中規 沒什麼好說 那未來的發展趨勢又會是怎樣呢 事先說明 我手上沒有水晶球 但希望以下的分析 對你仍然有參考的價值 首先我依然相信各大廠商 仍然會強調速度上的突破 就例如10ms的latency high density的Iops等等 就好像電動車的發展為例 即使大部分的用戶 都是用來送小孩子上學 或者天天在塞隧道 但是0至100公里就只需要2.1秒 這個Soundbyte 依然是吸引大眾的眼球 不過如果各大品牌 只是專注在速度上的突破 就真正能夠受惠的用戶 可能只是少數的高端用戶 至於市場上大部分的用戶來說 真正的得益始終有限 至於另一個維度 Iwability方面 其實過去十幾年的發展 技術水平已經非常成熟 加上過去幾年 亦有個別的品牌 能夠輕鬆做到六條九以外 更突破性做到100%Awareability 難道要做到101%嗎 根本就是反之 所以在我個人來說 未來為用戶帶來最大的效益 必須是從用戶體驗發展 而且要Cow-like experience著手 現時有些比較小的品牌 就是直接把自己的技術 放在Public Cloud 給他們的用戶直接訂閱 無厚非 這個技術方向 都是有它的市場價值 但有一點值得留意的 直接把產品放在Public Cloud 而產品本身的用戶體驗 沒有去改變的話 美其名只是借Cloud的business model 而本質上沒有做到Cow-user experience 而且更值得留意的是 有研究指出 經過十幾年來的發展 Public Cloud上面只佔了 企業用戶整體work load的三成 仍然有大量的work load 因為各種原因 例如Data sovereignty Data gravity Compliance and regulation 以及成本等的因素 會繼續選擇放在Public Cloud以外的地方 所以如何在產品本質上 優化Data storage用戶體驗 同時滿足Cow-like experience 才是各大品牌應該認真考慮的方向 以下我就以HPE DSCC為例 DSCC本身就是一個SaaS的平台 令到大家可以一個平台 隨時隨地去管理、監察、控制 這不是每一個企業所期待和需要的嗎 這才叫做Cow-like experience 而當中不論Electra DSCC 並或是InfoSite 都是利用了AI技術 去幫你管理你的Storage 你今後就不用猜猜 不用被用戶問到口咬咬 唯有依靠AI 用戶先不用單一依靠人去做決定 避免了很多人為的錯誤 亦都縮短了很多思考的時間 順帶一提 我們的AI數據是以HPE 十幾年來的Install Base Gether的數據去做基礎 那你就不用怕被AI露點 當你用了DSCC之後 還可以很簡單地 Provision一個以Widdle為主的Volume 被User用 我們叫它做Intern-Based Provisioning 公司IT的同事 就不用天天賣頭苦幹去做不同的配置 可以專心為公司設計系統上的優化 從而令到整個生產線的效率可以大大提升 而令到ID同事最頭痛的就是 Upgrade公司的Storage Array 又要拿單餐 又要跟End-User交 如果用了DSCC之後 你就可以無痛地進行Invisible Upgrade Upgrade從此不會再是Problem 再者HPE為了配合各個企業發展的彈性 以及Cow Native的追求 我們的產品更可以以As-a-Service的形式去選用 無論NAS、Backup、DR等等的offering 都會陸陸續續地以As-a-Service的形式 去給客人Subscribe 再一步擴闊客戶CowLite的體驗 如果大家對DSCC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下面的連結看主管版 記得Like、Follow、按鈴鐺 我是Ronald M. 下次再見 拜拜